我觉醒了S级的超凡能力 可以凭空产生无限的魔力 本以为从此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却成了人人嫌弃的对象 只因我生成的魔力 只对魔法师和奶妈有点问题 而我本身却只是29级的低级猎人 战斗的时候 却只能在后面乖乖地看着 只有等队伍里的法师魔力耗尽之时 我这颗蓄电池才能发挥作用 立马上前帮助队友充满魔力 藉由我的帮助 魔法师在全力以后 顺利击败吧 然而没有人会感激我 只是把我当成了工具 所以猎人 你今天好像没什么贡献吧 去把刚刚boss身上有用的部位抬击下 虽然心有不甘 但我也只能乖乖照办 那家伙不是战斗人员吗 怎么连后勤的工作也要做 一旁的队友嘲笑道 他呀 据说只有一个技能 叫什么魔力无限生成 别听到无限魔力就大惊小怪了 虽然是个大死机技能 然而却是个鸡肋 只有像今天这样打boss的时候 需要大量魔力他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平时刷怪的作用基本为零 所以成为猎人已经五年了 居然还没有到三十级 对于这些嘲笑声 我只能默默为耍 等着瞧吧 只要我到了三十级 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回到大贤工会总部 我却被告知了一个最不曾听到的消息 所以你应该也知道吧 已经没有人愿意和你阻碍了 而如今只有29级的 你是不可能单独攻略迷工的 所以经过大家讨论 将你调到事业部 那里可以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如果不能攻略迷工 那我之前的努力算什么 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魔力无限生长 令人惊讶的是 我的真正技能 其实在成为猎人之前就已经破云 随着技能的发动 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弹窗 你要复制该对象吗 在我点击弹窗下方的按钮 看错误加死后 弹窗瞬间化成一股蓝色的流光 随即手中的食物出现了一个一样的复制体 本以为是强大无比的技能 然而在了解后 才知道这技能的弊端有多糟糕 只要复制出来的物品离开我的身体 复制品就会化成流光消散调 令人生气的是 复制的装备也有等级限制 超过自身等级的装备将会复制失败 神奇的是 复制的魔力居然不会消失 同时也可以输送给他人使 这就造成了别人对我技能的误解 由此就有了技能魔力无限生长 虽然我也是复制别人的技能 然而却有着各种调及限制 这时手机上弹出一则资讯 卡丽西亚龙的长剑将在导火展出 这把长剑有两个特殊的技能槽 和提高防御力的效果 而它最特殊之处在于 拿到剑的瞬间 能将使用者自身等级提高到200亿 而装备条件却只要30级就行了 然而这把被称为传说之剑的神器 却只有10点耐足 这也是它能被展出的原因 而这却是我的绝好机会 管它耐久都是多少 我都能无限复制出来 而我只需要在一周时间内到达30级 并处碰到这把剑就行了 于是我加入一个临时组建的小队 一起参加了大王巨族迷宫的攻略 而我依旧躲在法师的身后 时不时的给黄毛来上一发 这黄毛也是不客气 每次魔力补充完毕 就开始胡乱释放大刀 根本不怕魔力耗尽 然而我如今也毫不在意 只关心我的经验还差多少才能升级 所以前辈 还在看状态信息啊 这家伙叫池永仓 是大闲工会的成员 算下来确实是我的后辈 只是我这个前辈混得有点惨 听说他很缺钱 所以平时有空的时候 就会加入这种临时小队政策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BOSS房间 BOSS 大王巨族猪 等级80 好强大的威压 我们真的能打倒这家伙吗 此刻的我紧张不已 池永仓见状安慰道 没事的 前辈你只要躲在后方就好了 跑伐大王巨族猪其实很简单的 要注意的就是他的蛛丝 被缠住就很难脱口 还有就是那些蜘蛛乱 一旦遭受到破坏 大王巨族猪就会出现狂暴化 就在这时 一旁的黄毛不耐烦了 石永仓 你跟一个观众姐说这么多干嘛 赶紧开始吧 说着很不悦地踢向脚边的狮子 却不料狮子居然正好打中了蛛丝 大王巨族猪瞬间感觉到洞里 忽然发出一道剧品上 随即对着众人攻击而来 该死个魔法师 看你干的好事 幸好这一击被我们的肉盾防御者 顺势还砍断了BOSS一只脚 你们还愣着干嘛 上啊 随即众人举起武器纷纷冲向BOSS 拿出了各自的参加本领 而我只能躲在背后默默为队友加油 然而变故还是发生了 就在大王巨族猪使用猪丝进行攻击的时候 黄毛那个智诚又开始作死 居然对着巢穴放弃释放大范围的火焰进来 报告是因为有猪丝的保护没有收到伤害 然而巢穴里的猪卵却遭殃了 大王巨 瞬间 死于是的死 众人都来不及逃跑 纷纷被猪丝缠绕住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火焰居然对猪丝不起作用 黄毛的大喊声吸引住了大王巨族猪 缓缓向这边走来 然而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惊恐无比 不要啊 随着一声惨叫声 黄毛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一旁的我看到这一幕恐惧不如 我全身都被蛛丝牢牢困准 动弹不得 谁能救救我呀 而大王巨族猪的下一个目标居然是我 看着近在咫尺的怪物 我感到了绝望 本以为很安全才选择的低级迷宫 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我不甘心啊 你要复制粘贴吗 你敢相信 我觉醒了一个奇葩技能 只要选择一个物体 按下Ctrl加C和Ctrl加B 一个完美的复制体就凭空出现 但是只要离开我的身体 复制的物品就会立马消散掉 然而却对我找到了一个疤 只要复制的对象是自己 每当我死亡的时候 能力就会自动发动 粘贴出复制之前的自己 然后原来的尸体就会消散掉 死而复生的我并没有摆脱危机 再次被把杀死 Ctrl加B 重新复活的我立马躲了死 这样下去不行 该怎么办呢 就在我烦扰之时 却拼到了一道微弱的求救手 竟然是持永仓 他居然还活着 然而此刻的我自身难保 看着不断逼近的Boss 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的话 持永仓必死无疑 可恶 作为前辈的我 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后背被杀 于是我提刀冲了上去 对着Boss即将要攻击的 重重看下 强大的反阵力将我自己摔倒在底 幸运的是 Boss的攻击也因此发生了偏移 就在这时 系统弹窗浮线 等级提升至30级 我一脸疑惑地盯着系统面板 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就升级了 难道是我刚刚的攻击起了作用 而就在我愣神之际 我再次被Boss杀死 Control加V 开什么玩笑 既然我的攻击能对你造成伤害 那我也不打算逃了 即使死上无数次 我也要把你打倒 经过三天三夜的大战 我已经死亡了不下50次 整个队伍的武器几乎都被我用坏了 好消息是 我等级又有所提升 而Boss如今早已经变体被伤 是时候结束这次战斗 我迅速躲过Boss的蛛丝攻击 在对方再次向我袭来之时 我抓住机会 一跃而起 顺着剧足跳了上去 然后举剑高高跃起 去死吧 丑八怪 我用尽了全身力气 砍向Boss脑袋 然而剑居然断了 这就是复制粘贴的便宜货 太坑了吧 我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面上 在我准备再次迎接死亡之时 奇迹发生了 刚刚弹中的部位突然出现了裂痕 一下子就蔓延至全身 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 Boss化成了无数的碎块散落台来 此刻左也无力地躺在地上 大口呼吸着 哈哈哈哈 我终于做到了 随即大量的升级提示窗口弹出 恭喜你获得大王巨足珠的简历 修整过后 我背着持永仓准备离开这个迷宫 然而却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击中 我惊恐地望向前方 只见前方突然冒出大量等级30的蜘蛛诱体 可恶 身体护住他 就在这群小蜘蛛飞扑而来之时 奇迹发生了 最前面的小蜘蛛被一刀斩断 而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无数的蜘蛛向他扑来 而神秘人只是抬起武器 只见一道恐怖的地狱火 瞬间将所有蜘蛛燃烧殆尽 而地狱火是最高级的火焰魔法 全世界会使用的人屈之可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导博应该只有一位 使用女巫之刃的魔剑士 目前导博猎人排名第五位的七类猎人 幸存者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看着满地的尸体 全都是高等级的猎人 低等级的佐野不仅在报的房间存活了下 而且还拯救了一名队友 七类不得不开始怀疑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怎么做到的 回到导博猎人协会组 没想到的是七类猎人 还是迷宫出入境管理的所长 经过几句简单的问询后 这是大王巨足珠的珠宝 还有其他本次迷宫的收获 到时候一并给你 如果没有其他事你可以回去吧 我都难以置信就这么简单 我那队伍可是未经登记的 属于非法攻略迷宫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走了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许多位登记的队伍为了各自的利益 因为擅自前往迷宫而造成伤亡 协会其实已经默认了这种行为 得到答案后 我松了口气 起身准备离开 七类拿起珠棒叫住我 你好像忘记了这个 不用了 请将这个和其他收获转交给我的后背吧 说完就关上了房门走了出去 看着手中的珠棒 七类疑惑不误 这家伙到底隐藏着什么 走出房门的我 再也忍不住自己的面容 铁嘴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微笑 太好了 我成功了 珠棒吗 我现在有无限多毒 我觉醒了一个概念神的技能 只要按下Ctrl O加C和Ctrl O加V 就能无限复制物体 通过程序员敲代码的多年经验 实现了卡棒无限复制粘贴自己 在死亡50多次后 成功耗死boss 好罚大王巨族猪成功 获得奖励 大王巨族猪的珠棒 能像大王巨族猪一样发射猪丝 具有很强的粘形 实用等级 40 这是什么鬼东西 好不容易击杀了棒 居然给我这样一件道具 总之还是先复制一下吧 然而在我触碰的瞬间 珠棒居然在我眼前消失了 我一脸疑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王巨族猪的珠棒被现有技能吸收 Ctrl O加C的能力值提高 Ctrl O加V的能力值提高 我惊讶地看着系统弹窗中的文字 Ctrl O加C 可以复制被控制的对象 Ctrl O加V 可以粘贴目标 等级LVE 三个技能选项 真是太棒了 没想到我的技能也是能升级的 我立马点开Ctrl O加V下方的三个技能选项 只见新的弹窗出现在我面前 选项一 你可以粘贴你复制的对象 并维持你想要的时间 选项二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粘贴你的对象 选项三 你可以解开大王巨族猪的猪丝 进化后的技能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以后复制的对象 即使离开我的身体也不会立马消失 首先来尝试下复制猪棒一分钟 果然离手后也没有消失 只要将时间设置成一千年一万年 那不就等于不会消失了 一想到在迷宫中的收获 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有钱人了 最棒的人生在等着我 东京彩虹桥上 一辆巨大的卡丝在飞行走 而这俩正是运输卡丽西亚龙之舰的车辆 而负责运输的人员有 摩尔格兰特 等级112级 阿瑞斯修 等级131级 职业 魔法师 两人都是隶属于国际猎人协会 这里应该是这把剑展示的最后一战吧 结束后有打算休假吗 我想在导播迷宫中探寻一番 要是这一次你能找到就好了 然而阿瑞斯并不领情 魔法管闲事可是会吃苦头 就在这时 被讲机里传来通报声 正在通过彩虹桥迷宫 因为迷宫中的电磁波干扰 通讯大约会中断5分钟 听到这里的摩尔看向了窗外 海面上的迷宫感觉真浪漫啊 然而阿瑞斯却感到了不安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海红桥迷宫出入境的事务所 两名猎人正在这里负责站绑 火球 这个工作也太无聊了 然而火球不屑地撇了一眼小田屋 你这个21级的菜鸟 靠关系获得这么轻松的工作还不满足 要知道三周之前 这里可是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在这时 一个奇怪的东西突然滚到了脚边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只史莱姆 小田屋连忙弯腰抱起 比迷宫中的还要可爱啊 然而火球见状脸色大变 魔物怎么会出现在迷宫外面 这时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深影 火球惊恐地看着后方 只见一只巨大的哥布林 向着他们挥抱而来 而此刻的我依然还在猎人协会 研究着自己的信息面板 由于这次迷宫攻略 获得大量经验 如今的我已经快要五十级了 而达到五十级后 我就能组队攻略终极迷宫了 正当我沾沾自吸 准备利用能力去搞钱的时候 一群猎人匆忙从我身边跑步 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是彩虹桥迷宫发生一变 目前处于爆红状态 而且装载利希亚龙之舰的卡车 就在桥上 开什么玩笑 利希亚龙之舰居然在那里 猎人协会的屋顶上 数架飞机已经待命 协会中的猎人都来到了这里 准备前往支援 这时期赖猎人站了出来 此次任务 优先拯救市民 其次才是保护利希亚龙之舰 就在期赖即将登上飞机之时 看到不远处在吵吵嚷嚷的故事发生了什么 仔细一看 没错就是我 厚脸皮的跟了上来 期赖猎人请让我也同行 我也想拯救更多的人 我可以帮忙引导疏散市民 而期赖看到居然是我 也是很惊讶 想到之前我不知道靠什么存活了下来 还帮助了自己的后辈 于是同意带我一起 从其他猎人那得知 彩虹桥迷宫似乎有点古怪 三周前他们刚刚平息了那里的动乱 而如今又发生一变 现在这个世界上 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奇怪 即使是崩坏的迷宫 还是会再次崩坏 而每一次我们都必须阻止它 防止15年前的悲剧重演 15年前 全球同时发生灾变 国家级的灾害 迷宫全都发生爆火 如果不适当地讨伐 迷宫中的魔物的话 迷宫会因为宝盒发生崩坏 那时许多魔物冲出 迷宫来到城市中 大量市民遭受到攻击 城市瞬间变成地狱 而我就是那次灾难的幸存者 但是我却同时失去了双清 就是在那个时候 一个益次元的超越 存在出现在我面前 对我施加了复制粘贴技能的诅咒 他说诅咒是一种礼物 期限为20年 只是不知道这个期限 是指技能的期限 还是我受命的期限 而如今离这个期限还有5年 如果说那个存在的出现 是因为那次全球性的大灾难 那也就是说 5年后伴随着它的出现 灾难也同样会降临 如今变强的方法已经找到 如果我能成为最强的猎人 就能阻止下一次的全球灾变 同时解除自己身上的祖宗 同一时刻 彩虹桥上混乱无比 时不时的就有爆炸声传来 小田屋看着大量魔物 袭击是明确无能为力 敌人太多了 我们需要更多猎人 这时身后袭来一只哥布林 小田屋转身挥刀而去 刚解决掉住只 身后又来一只偷袭了 幸好被人救下 原来是之前的火球 谢谢你 今天你已经救了我两次了 之前要不是你将我扑倒 我都已经死了 然而对方似乎很看不起小田屋 觉得他是个走关系进来的 但是 小田屋心里还是默默下定决心 前辈 不管怎样我会报答你的 小子 我们必须从这里走到桥头 尽快与救援队会合 此刻在彩虹桥的中央 一只巨兽正在攻击运输卡车 居然是一只190级的巨熊 阿瑞斯 这辆卡车真的没问题吗 摩尔 我能理解你的不安 放心 我的保护魔法是最高等级的 即使是400级的魔物 也别想打破我的防御 然而一变突发 整个大桥发生震动摇摆 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名 即使是最高等级的防御 对这个也无能为力 而此刻猎人协会的支援飞机 也刚好 这怎么可能 居然是彩虹桥迷宫的终极BOSS 只见一只巨大的龙形怪物 突然出现在海面上 完蛋了完蛋了 迷宫发生崩塌 大量魔物入侵到人类社会 正当猎人不断向这边集结之时 迷宫的BOSS居然也出现在海面上 全员准备出击 下一秒BOSS对着大桥 就是一发龙袭 一瞬间周遭的一切 都被吞没在攻击中 BOSS面前的彩虹桥 就消失了一大几 只剩下BOSS矗立在海面上 飞机上的我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这时BOSS似乎发现了 头顶上的飞机 张开大嘴准备发动攻击 一道巨大的龙溪再次碰 下一秒内机就发生了爆炸 众人连忙跳下点地 由于迷宫BOSS的出现 计划改变 协会全体猎人准备讨伐BOSS 没一会 协会猎人纷纷聚集 随即期待发动魔法 刀尖上不断冒出地狱 随着一声大喊 无数的地狱之火 从刀尖喷射而出 而此刻的左野则利用猪棒顺利着弱 现在首要目标就是卡利西亚龙之剑 左野一路上发现了大量魔物的尸体 然而却没看到猎人 就在疑惑之时 一声大喊出来 快逃 只见小田雾正在拼命击杀眼前的怪物 而身后却是重伤的火球 你快走吧 不然你也会死的 然而小田雾却做不到抛弃队 你这混蛋 你知道为什么在高等级的迷宫中 会出现低级的魔物吗 因为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现 如果你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然而已经晚了 狼腰 等级15 个体等级很低 但是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现 在一起的实力堪比高等级魔物 只见后面密密麻麻都是狼腰的声音 然而小田雾却没有后悔 前辈之前保护了我 这一次就由我来守护前辈 左野远远地看着这一人 想起自己上次拯救后辈的场景 本想离开的脚步又停住了 此刻他们已经被狼腰包围 小田雾艰难地抵挡着 然而魔物还是太多了 就在狼腰即将扑倒到小田雾时 左野及时赶到 直接用身体将狼腰撞飞 你没事吧 小田雾对左野的出现感到惊讶 然而他的惊恐却没有消失 大量的狼腰已经靠近 谢谢你的帮助 我们快跑吧 那一群狼腰即使是高等级的猎人也打过 然而左野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嘴角露出微笑 这样啊 刚刚好 小田雾听到这话疑惑不已 只见左野换出系统面来 在一群狼腰扑向他的时候 依旧淡定自若 瞬间就淹没在狼腰群中 看到这一幕小田雾惊恐不已 然而下一秒 无数的蛛丝将狼腰都纷纷束缚住 而狼群中浮现左野的声音 看来效果还不错 随着蛛丝的不断收缩缠绕 一个巨大的器官出现在两人面前 随之而来的就是升级的系统提示音 小田雾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那到底是什么技能 居然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么多魔物 然而现在左野有点泛滥了 如果丢下他们两人在这里 很有可能还会被魔物袭击 但是我还有重要的是要办 不能带着两个脱油品 该怎么办呢 只能这样了 左野随即拿出一个装着红色液体的笔 火球接过瓶子后不明所以 这是终极药水 服用后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 火球听到这很是惊讶 为什么将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 因为前辈的职责就是带着后辈一起回去 小田雾瞬间就被感动到 非常感谢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恩情 而本打算立马离开的左野 突然转头对着小田雾傻笑 那个如果你要报恩的话 能否告诉我国际猎人协会的运输车在哪个方向 我方向感有点差 这话一下子让小田雾呆住了 没想到救命恩人居然是个鹿痴啊 而在彩虹桥的另一边 一群神秘人正在往中央飞飞 BOSS的出现完全是个意外 如果我们走错一步 就会满盘皆输 还有期赖和协会的那群人会优先讨伐暴 因为讨伐BOSS是平息迷宫的最快方法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抢夺卡丽西亚蒙之间 此刻彩虹桥的中央 魔物巨熊还在疯狂攻击 这时阿瑞斯一个昏睡魔法再次使出 巨熊倒在地上立马就睡着了 又让他睡着了吗 明明是个猎人 结果却是个非暴力主义者 就在这时一颗圆形铁球飞射而来 幸好摩尔即使发现 一刀就将射来的铁球砍成了两半 就知道你们会来 巡回展示中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出来吧强盗们 随即一群黑衣人从黑暗中走出 嗅觉真敏锐 真想和你切磋切磋 说着就飞身上前 摩尔连忙举刀割挡 别小看护卫的工作 说着就挥刀砍去 然而却被对方轻松躲开 并向后撤去 摩尔立马上前追击 阿瑞斯见状连忙叫住他 然而为时已晚 摩尔突然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并伴随着鲜血的喷嚼 我这是怎么了 阿瑞斯连忙跑了过 那些家伙使用的毒丸 中毒后会阻断体内魔力的吸收 而毒丸明明是国际猎人协会 明令禁止的物体 一向沉稳的阿瑞斯此刻 也不由得暴露 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做 说着手上魔法发动 然而却没有一丝的伤害 黑衣人嘲笑道 一个不会使用魔法的魔法师 还是去死吧 说着手中就汇聚了一个大火球 就在他准备发射之时 黑衣人的脑袋就直接搬家了 攻击的居然是那头巨熊 原来刚刚的魔法师 唤醒了这头魔物 黑衣人在巨熊面前 显得那么的表现 随着一声受口声 面前的黑衣人 全被巨熊解决掉 而领头之人 见状立马逃跑 失散了 这次还是先跑为妙 解决掉黑衣人的巨熊 缓缓逼近阿瑞斯堂 能再次让他睡着吗 不行了 如今我也因为毒素 导致魔力被阻挡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因为 你的非暴力主义吃点苦头的 没想到会是今天 是啊 但是你不一样 说着就冲了上去 手中魔法阵闭开 摩尔剑状连忙大喊 快回来 你会死的 强行调用魔力冲开毒素 让他痛苦难耐 果然还是不行吗 在冲到巨熊的脚下之时 魔力已经耗尽 而迎接他的是 巨熊那尖锐的力爪 摩尔 对不起 就当巨熊的力爪攻击而来之时 阿瑞斯面前出现无数的蛛丝 瞬间捆绑住袭来的熊爪 随后缠绕至魔物全身 巨熊不断挣扎 却无济于事 最终捆绑成一个粽子才结束 阿瑞斯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这一人 这正是佐野的杰作 他们三人刚好赶到这里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对于佐野三人的出现 阿瑞斯和摩尔减踢不已 以为又是来抢夺宝剑的强盗 然而不管佐野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相信 直到小田屋拿出他的证件 我们是岛国猎人协会的猎人 负责彩虹桥迷宫出入的管理者 佐野见状 再次助攻 拿出两瓶终极治疗要素 总之先将身体的伤之好再说 阿瑞斯和摩尔这才放下警惕 这是空中飞过树架飞机 太好了 又有新的支援改善了 终于要得救了 此刻七赖猎人依旧在跟Boss交战着 就在这时Boss进入了第三阶段 七赖猎人立马停止攻击 小心大范围的冲击波 我们的增援已经到了 必须为市民的撤离争取时间 迷宫崩他这样就能停息吗 七赖猎人好久不见 来的人叫成奇将斗 等级503级 职业暗黑魔法师 七赖猎人惊讶地回头望去 你怎么会在这里 而成奇并不打算解释 只是举起手中的魔法杖 魔法发动 只见Boss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针 七赖猎人立马叫对方停手 如果用那个魔法无法打倒他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成奇却不打算停手 如果在意这些显示的话 什么也完成不了 这次就交给我吧 黑暗闪电 随着话音落下 Boss被恐怖的黑色闪电轮罩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七赖猎人连忙大喊 大家快逃 只见Boss强大声巨狗 彩虹桥再次被冲击地左右摇摆 当混乱过后 大桥已经被摧残的面目全非 劫后余生的佐也庆幸自己活了下来 差点以为又要死了 转头看向断桥处的下方 还好大家和运输车都没有事 然而在看向另一边的时候被吓到 只见一排锋利的锯齿映入眼前 顿时吓得佐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生怕一点动静就将这怪物吵醒 此刻成奇踏着虚空飞了过来 没想到还有幸存者 而佐也看见对方胸前的徽章也是惊讶 居然是导博排名第三的未来工会 成奇注意到一旁被捆绑住的巨熊 只是轻轻的触碰了下蛛丝 整个蛛丝开始不断崩裂 甚至是巨熊也一并被撕裂成卢树口 我看到这一幕震惊无底 随即被系统的提示音吸引 大量的升级提示出现在面前 然而却没有击杀巨熊的物品奖励 而一旁的成奇也听到了升级提示音 转头看来 这些蛛丝竟然是你这小鬼弄的 那巨熊的奖励一不小心被我拿走了 还给你吧 我可不喜欢抢别人东西 就在这时 欺赖猎人也赶到了这里 看到左眼很是惊讶 立马说道 现在赶紧离开 如果那家伙醒来 会立马暴走 进行大范围攻击 左眼疑惑道 为什么不趁现在打倒他 很不幸 这是不可能的 高等级的boss会有多个阶段 而讨伐时必须分阶段讨伐 根据boss的能力 生命力下降到三分之一时 会使出必杀击 不管是狂暴化还是广域攻击 都是全范围的攻击 而现在正处于 刚刚进入第三阶段 boss会有一层屏障保护自己 不断吸收周围的命力 这期间的任何攻击 都是无效的 就在这时 boss的眼睛突然睁开 张开盘 竟然比预计的还早苏醒 乘起转头看下左眼 小鬼再见了 死了可别怪我 说完就和其赖一起 朝boss飞奔而去 再次和boss展开了激烈的大战 所以这时立马把大火救了上来 各位现在情况紧急 现在boss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马上就要进行大范围的攻击 然而我们已经来不及逃离这里 众人听了很是惊讶 所以我必须立马拿到 卡利西亚龙之剑 讨伐boss 我保证过后一定归还 然而这种鬼话摩尔根本不信 虽然你救了我们两次 但是你这样低等级的猎人 即使拿到那把剑 也不可能击败这个终极boss 更何况那把剑 现在的状态也无法使用几次了 果然还是不行吗 就在这时 阿瑞斯开口了 我们需要大量的魔力 来解开拖车的封印 然而我们现在因为强盗的毒素 而无法吸收魔力 真是太好了 我在迷宫里被称为 一栋的魔力充电桩 因为我有一个 无限魔力生成的技能 随着我的能力发动 阿瑞斯瞬间充满了魔力 运输车上的封印也随即解开 昨夜剑状立马跳了下去 我一定会遵守约定 保护好你们的 阿瑞斯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关系的 他刚刚即使束缚住了巨熊 也没有将其击杀 这就是打动你的理由吗 女人真是难以理解的生物 跳上运输车上 后我兴奋无比 危险的时候已经太晚 直接被对方刺中胸膛 飞机跌入车内 这宝剑最终还是被我获得了 随着强盗黄缓打开宝箱 一把漆黑的长剑赫然躺在里 当使用者死亡 大王巨族猪的蛛丝会随机解读 随着蛛丝的锻炼 小辆运输车一头扎进去 不断下沉至漆黑的深海中 你确定要粘贴对象吗 来了来了 我又活着回来了 正当佐野要拿去宝剑的时候 被暗杀者从后面偷袭一剑杀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佐野可以无限复制粘贴自己 在暗杀者去拿取卡丽西亚龙之剑的时候 佐野趁机复活站了起来 从背后将他一剑刺穿 我可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的性格 这下终于拿到卡丽西亚龙之剑了 佐野立马使用技能Ctrl加C复制 然而却弹出了系统警告 由于使用者的等级未到达目标的要求 所以无法复制对象 佐野难以置信地看着系统窗口 这怎么可能 按理说这把剑的等级要求是30级 如今50多级的我应该达到要求 就在这时意外又发生了 刚刚的暗杀者居然还没死 对着佐野就是狠狠一刀鲜血飞机 差点给血塔工会的暗杀者免飞 如果没有治愈技能我早死了 宝剑再次落入暗杀者手中 很遗憾 我是那种有恩必忘 有仇必将加倍奉还的性格 这次不会再有机会了 说着就对着佐野一剑刺去 可恶 好不容易走到了这里 卡利西亚龙之剑和使用者融合在一起 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能力质吸收 吸收 这是什么东西 然而系统提示音还未准时 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等级并吸收 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被动技能 防御力正35%并吸收 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独特技能 以细血并吸收 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独特技能 二狂暴化并吸收 完全吸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全部能力质 使用者生命降低至25%以下的时候 触发卡利西亚龙之剑使用者的保护模式 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独特技能二狂暴化将被强制制 此刻彩虹桥的Boss即将释放逼杀击 网欲攻击开始了 情况糟糟透了 就在这时 地主巨大的能量出海底冒出 直接将Boss全身贯穿 成奇和期赖猎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步 讨伐Boss成功 迷宫通关 导国猎人协会 今天下午4点 由于彩虹桥迷宫的爆红 大家不用露出这种表情 这次不是很顺利击杀了爆红 但是我听说彩虹桥迷宫三个月前刚刚平息 平息了也是有可能再次爆发的嘛 给我闭子 你们到底是怎么管理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连续爆发的 坐在一旁的七赖猎人对这些争吵完全不感兴趣 然而麻烦自己找上来了 我想知道的是 一般终极暴恢复需要5个月以上的 难道是七赖猎人之前撒谎了 三个月前根本没有攻略成功 本不想搭理个七赖 见对方将矛头指向自己顿时感动气 就在冲突即将爆发之时 猎人协会会长立马上前打圆场 我的职员失礼了 我替他向你道歉 乱出风头可是会死的 见对方不依不饶 欺赖开口道 俗话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其实我说再多你也不会相信的 所以刚刚的冲击波正是三个月前 我讨伐彩虹桥报的奖 不幸你可以问问我旁边这位 还有这次爆红的原因我会负责调查的 另外我们也会追究这次职员迟到工会的走 就在这时摩尔和阿瑞斯走的近来 我们来自国际猎人协会 来此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各位 卡丽西亚龙之剑被偷走了 请各位优先协助我们找回宝剑 等等 我听说在被袭击的时候 你们自己解开了运输车上的封印 那是因为接受了你们猎人的协助请求 当时在场的有大型工会的小田屋猎人 和保国猎人协会的左野猎人 听到这的众人惊讶不如 复合会长连忙拿出手机查询 然而并没有找到左野的任何信息 现场只有期待知道左野的真正身份 左野真的偷走了宝剑吗 当然没有 此刻卡丽西亚龙之剑 已经被当时的暗杀者拿走 交给了幕后的老板黑奇 只要将剑拿在手上就能提升二板几 长剑是通过手柄上的符文 来识别使用者 花了几亿来引起迷宫爆红还是值得的 就当暗杀者准备拿着钱离开之时 黑奇直接将其斩杀 知道秘密的人越少越好 卡丽西亚龙之剑耐久度减二点 还剩下八点 黑奇看着手中的宝剑微笑道 要是在修好之前就坏掉了 那就不好玩了 暴露了暴露 难道我的秘密就要被发现了吗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中那个异次元的存在再次出现 将一股神秘的力量注入进我的体面 我送给你的礼物还满意吗 约定的期限快到了 左野从噩梦中惊起 脖子上的印记发出淡蓝色的光芒 可恶 这个沙漏到即时又发作了 看到左野醒来 小田雾开心不已 真怕前辈你再也醒不来了 别看那家伙这样 他可是救了你了 当时调动了许多大贤工会的猎人来寻找 最后在一次海岸边发现昏迷的 对了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小田雾其实是大贤工会会长小田成的儿子 不会吧 猎人协会会长办公室 真的吗 你们亲眼看见左野猎人被杀死了 是的 我们亲眼所见 如今他却活了过来 你难道不惊讶吗 我成为猎人后 见过比这还古怪的事情 请派几名高等级的猎人协助我们追踪保剑 那就由期待猎人协同你们一起行动 卡丽西亚龙之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的 上面刻印有能识别使用者等级的符文 我可以感知并追踪这些符文 而我感知到大概一小时之前他被使用了 在被盗取之前 他的耐久度是实 如今耐久度已经下降 我们必须在他消失之前找回他 在15年前的大灾害者 阿瑞斯的母亲突然不知所功 而如今唯一的线索就是卡丽西亚龙之剑 这是阿瑞斯母亲的遗物 这是期待目前能调查出来的信息 然而期待笃定摩尔和阿瑞斯 绝对还隐瞒着什么 还有昨夜猎人也是 似乎也在隐瞒着什么 这时小田城突然找上了期待 打算回来没 大型工会随时欢迎你回来 然而期待却说道 大型工会应该成立个公司负责管理 而不是意味着去地下城赚钱 今天的彩虹桥爆红事件 一旦让我发现是管理上的疏忽 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这就是你不回来的理由吗 协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处理 父亲 算了算了 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想做的事 此刻在中央医院 昨夜独自一人坐在天台上 查看着自己的信息面板 昨夜摇动 等级76加200级 技能熟练度2级 职业熟练度9级 虽然我无法复制卡利西亚龙之剑的等体 但是它的能力好像全部被我牺牲了 尤其是狂暴化 简直太强了 狂暴化 使用者的所有能力质和等级翻译 持续时间 一分钟 冷却时间 一天 发动条件 使用者的血量低于25%以下的时候强制发 当时还直接砍死了鱼头四百多级的宝 讨伐Buff成功 获得攻略迷宫的技能 获得Buff的技能冲击波 Ctrl O加C技能进化 技能冲击波被吸收转变为 固有振动和固有波动两个技能 大王巨足珠的蛛丝等级提升至LV2 当你使用大王巨足珠的时候 可以同时使用固有波动和吸血两个技能 如今我的复制粘贴技能进化成 可以吸收和融合 简直太棒了 电梯里左野独自一人在那里傻笑 这位叔叔是不是发病了 还有固有振动刚刚试了一下 简直太厉害 一想到这固有的露出诡异的笑容 吓得电梯里的其他人瑟瑟发抖 叔叔他发病的样子好吓人啊 就在左野离开电梯之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吸引住了他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不是说危险的时候马上逃跑吗 我在一旁悄悄地靠近疑惑地想着 七来猎人这是来医院看望谁呢 姐姐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什么 七来猎人居然和小田巫是姐弟关系 左野震惊地无以复加 在两姐弟聊了几句后 七来猎人开始询问左野的位置 远处的左野听到立马躲了起来 难道我倒用猎人协会的名义去偷见被发现吗 趁没人发现我赶紧溜 然而却被摩尔逮得正着 小偷 你往哪里跑 看来是跑不掉了 摩尔用力抓住左野的衣领 重重地推倒在墙壁上 你居然敢骗我是猎人协会的人 不管左野如何解释 摩尔也不再相信 我们明明看到你被杀了 结果现在却活蹦乱跳的 还说不是和那群强盗是一伙的 说着就拔出长刀准备发动剑技 阿瑞斯剑撞连忙上前阻止 然而摩尔此刻已经失去了理智 皮刀对着左野刺去 就在即将刺中左野之时 Ctrl加C 固有震动技能发动 手指间顿时发出丝丝光芒 与刀尖触碰的一瞬间 整把长刀就像玻璃般碎裂开了 摩尔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长刀瞬间破坏 而此刻姐弟二人被这边的动静吸引 刚好看到了刚刚的内衣 刚刚那个是彩虹桥BOSS的技能冲击波 难道BOSS是他击杀的吗 你敢相信 只要我按下Ctrl加C就能将一切物体还原 破破烂烂的熊娃娃 没关系 Ctrl加C一行 一个崭新的布娃娃就回来 15年前 全球同时发生灾变 大量魔物冲出迷宫来到城市中 许多市民遭受到攻击 城市瞬间变成地狱 我在废墟中遇到了一个异磁源的存在 他赋予了我一项特殊的能力 开始我以为是我作为猎人觉醒的 只是获得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技能 Ctrl加C 你要还原对象吗 跟电脑操作一样 可以将任何物体恢复原样 例如复原身上的伤口 我利用这个能力将很多废品还原 也因此挣了一些钱 当然偶尔我也会充当下治疗师 帮人修复伤口 然而我却不满足这挣钱的速度 我需要钱 需要大量的金钱 因为我的父母在那场大灾难中陷入昏迷 我试图用技能将他们状态恢复灾变前的样子 然而使用技能需要大量魔力 我在没有魔力的情况下只能复原轻伤 只有猎人才能自主吸收魔力 为了得到魔力 我加入了猎人小队 负责他们的后勤工作 有时也充当他们的治疗师 作为一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 就像手无寸铁的来到狮子面前一样 总是与危险相伴 而我只是为了夺到一份魔力 就算这样还是常常会遭到来自同伴的嘲笑 在一次迷宫攻略中 我们的队伍遭到毁灭性反击 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我狗活了下来 看着身旁奄奄一息的队友 我不但没去治疗他 还将周围队友掉落的装备收集起来 我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就在这时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需要魔力 跟我签订契约吧 我叫黑奇巧 就这样有天沙凉被他带走 后来成为偶像组合IF的成员 真羡慕你一日三餐都可以吃这么多好吃呢 身材还能保持原样 真是人生幸事啊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你 明明眼前就有一个快要死的家伙 而你却只顾着盗取他们身上的装备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们是同类 为了避免误会 我事先生命 只要这个契约还在 你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干涉 那你这次为什么要我一同前往尼宫 黑奇拿出卡丽西亚龙之剑说道 为了修复他 而想要使用你的能力使他复原 则需要大量的博弈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让你去尼宫 听到这话 有天沙凉非常激动 难道说无限生成道具就在那个尼宫里 是的 我们找到了 虽然说我们的契约是尽可能的不让你前往尼宫 但这一次必须要你和我一起去才行 而且是最后一次 主角一行人根据阿瑞斯的感应 找到了之前宝剑使用的地方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 话说只能等对方使用了卡丽西亚龙之剑 你才能感应到对方所在位置 如果这样下去宝剑的耐久度就能了 对了 我记得那个暗杀者说过自己是血塔工会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工会 可能是某些隐藏的黑暗工会 我知道一个人肯定知道这些情报 很快 众人来到未来工会总部 原来齐来说的人居然是成奇 虽然未来工会口碑不怎么样 但作为国内第二大工会 在迷宫攻略的管理和情报上 可是世界一流水平 成奇将斗办公室中 根据未来工会的调查得知 血塔工会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他们最近似乎盯上了十项鬼的雪山的名字 这个迷宫是15年前被发现的 至今为止都没有被攻略成功 据资料统计 该迷宫在最难缠迷宫中排名第一 攻略小组只有两次 收集小组只有一次 而其中有个隐藏boss巨人石像 据说击败这个boss 会得到一个隐藏奖励巨人的心脏 又叫做无限生长 无限生长吗 虽然我不需要 但确实是个很厉害的道具 还有这和卡丽西亚龙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吗 难道是想用宝剑讨伐迷宫boss 而为了攻略这个迷宫 他们在暗网上秘密招募 招募石像鬼的雪山攻略小组 招募人员30人 等级90级以上 招募者血塔工会 他们的行径极其恶劣 频繁暗中对迷宫探险小队 进行暗杀和掠夺道具 这是一个充满黑暗的工会 这是期待上前论的 既然你们已经得到了巨人新增的效果 所以你是打算组队去攻略石像鬼的雪山吗 我们必须马上前往 成奇 你有马上能动员到的攻略组吗 可恶 我怎么就被那女人带跑了吗 就这样成奇十分不情愿 带着她的攻略组来到了雪山上 当然其中还有作业大门 石像鬼的雪山 为了获得巨人的心脏 血塔工会和未来工会 都同时来到了石像鬼的雪山中 一边是拥有Ctrl O加Z的偶像上 另一边则是Ctrl O加C 和Ctrl O加V的不思想桥 这里的魔物虽然等级不高 但只要核心位被破坏 它们就能无限重生 再加上它们数量庞大 因此极为棘手 这种鬼地方我就不想来 只见成奇举其手中的魔法杖 随即大量的石像鬼腾飞而起 随着黑暗魔法的再次发动 空中的石像鬼迅速向中心汇举 爆炸吧 下一秒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石像鬼瞬间化成了碎块 干完这一切转头对着身后的队伍道 记得把掉落下来的核心破坏掉 未来工会的猎人瞬间变得轻松无比 有队长在 真是太简单了 就这样成奇靠着他的黑暗魔法 不断清扫这里的魔法 佐列在远处目睹这一切 不禁感到无言以对 之前他还那么抗拒 现在却成了最有积极性的人 根据阿瑞斯的调查发现 这个迷宫应该属于归纳士迷宫 迷宫一般是用区来划分的 对于普通迷宫来说 只要你熟悉路线 完全可以绕开部分区域 直接挑战最终BOSS 但是在归纳士的迷宫中 必须按顺序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攻略 如果中途攻略失败 隐藏的区域就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必须击败这里一定数量的石像 BOSS才会出现 在之后隐藏区域才会出现 而且我们必须要快 如果击败BOSS的奖励 是进入隐藏区域的钥匙 那么我们必须要比血塔工会 先一步拿到才行 而对于昨夜来说 他才不管什么隐藏报 他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 帮助阿瑞斯拿回卡利西亚龙之剑 Ctrl加V 使用大王巨足珠的珠丝 瞬间无数珠丝缠绕着石像鬼 Ctrl加V 随着珠丝的使用 固有波动随之发动 瞬间将石像鬼拧成碎片 顺便摆出帅气的造型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阿瑞斯这边则是使出冰冻魔法 一下子将前方的石像鬼全部冻结住 配合上摩尔的斩击 轻松解决掉这些魔物 然而石像鬼实在过于难缠 还是有几名猎人不敌 被狠狠击中 还好七赖及时赶到 一刀将其手臂砍断 然后举起手掌蓄力 对着石像鬼就是一发冲击波 瞬间将其轰成了粉碎 转头询问刚刚的几位猎人有没有受伤 然而却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小巫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人正是七赖的弟弟小田屋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是作为佐野前辈的正式成员前来支援的 你在胡说些什么 原来在得知佐野要求攻略迷宫时 小田屋为了能够一同前往 就躺在地上撒娇打滚 我不管我不管 我也要去 佐野前辈你一个人的话 万一又迷路了该怎么办 我可以帮你带路 佐野对此也很是无奈 最终只好答应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只能作为我小队的成员一同前往 听到这个七赖 头都大了 两个低级猎人组成的菜鸟小队 这是闹哪样 然而小田屋却很维护活影 别小看佐野前辈 我可是亲眼看到 佐野前辈将彩虹桥迷宫的boss砍成了两半 回想起这几天的种种记性影 确实有这种可能 但是他到底如何做到的呢 而在迷宫的另一边 血塔工会这边也在快速清扫石像里 黑棋和有田沙梁 却正在附近的洞口悠闲的休息 这种清扫杂鱼的工作 我们根本不需要参与 只要使用隐身技能 隐藏在攻略小组中就好了 虽然隐身技能很方便 但是要小心一些高级猎人 他们的感知往往很明映 说着看向有田沙梁 魔力吸收的怎样了 这可是高级的魔力传送机 价格十分昂贵 必须打倒100只低级魔物 才能将其装满 在之前的彩虹桥迷宫中 我可是用了10个 才将其转变成爆红状态的 要恢复卡丽西亚龙之剑 大概需要起两倍的呢 你是想恢复这把剑 用它打败这里的隐藏爆红 据我了解 在这个隐藏迷宫中 有一个很强大的结界 而唯一能打破这个结界的方法 就是卡丽西亚龙之剑 我很好奇 这种情报你是哪里得知道 然而黑器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你只要把我想要的东西复原就好 不要太在意细节 你的眼神好吓人了 只要这个契约还在 黑器做什么我都无所谓 只要能获得无限生成的道具 获得足以复原父母所需要的魔物 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 就在昨夜他们打倒200只左右的 石像鬼石 一变发生了 只见地面开始裂开 无数的石像鬼碎石朝着前方飞去 黑暗中 一只恐怖的怪物正盯着我们 为了获得巨人的心脏 血塔工会和未来工会 纷纷来到雪山迷古 在击杀了200多只石像鬼的巨人后 一个巨大的魔物 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变速求道 石像鬼雪山的Boss 等级150 只见Boss伸出巨手 向着众人抓去 可恶 这Boss也太大了吧 就在这时成奇站了出来 对着Boss就是一发黑暗魔法 瞬间就将Boss击成粉碎 老大就是厉害 仅仅一击就结束了 然而下一秒Boss和核心浮现 快速落到了之前石像鬼的残骸处 周围的残骸开始不断向中心聚集 而在旁边的两名猎人下的僵在原地 这时Boss已经基本复原 糟糕 成奇连忙再次使出黑魔法将 然而核心还是完好无损 就在这时 左也抓住机会 直接对着核心使用大王巨足猪的猪丝 只见无数猪丝缠绕向核心 然而速度和强度都太弱 根本无法阻止Boss复原 而此刻面前的Boss似乎更加强大了 可恶 每次复原都会将周围的石像鬼的残骸吸收 必须快点想个办法 就在这时 吸了灰枪时用地域 直冲爆而去 然而却没有任何效果 可恶 无法将其核心融化 我就知道 别以为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就很厉害 这次迷宫讨伐 最难缠的还是中间这个Boss 要触发Boss出现的条件是要 祭拜一定数量的石像鬼 然而Boss还可以依靠石像鬼的残骸来修复自己 这就是归纳式迷宫的可怕之处 如果是普通猎人小队早已经被打的落框而讨 或者全军覆没 这都可以和一般迷宫的终极Boss媲美了 那么打倒他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就是破坏核心 另一种就是融化所有石像鬼的残骸 然而这个工程量也是巨大的 这几击下来 希莱已经满头大汗了 而Boss却在他的身后再次重生 希莱连忙转身 凭借着意志再次使用地狱火 将其残骸彻底融化 一旁的佐野着急地看着这一切 如果使用卡利西亚龙之剑肯定能顺利解决 但是这会被阿瑞斯他们发现 就在这时佐野想到了什么 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之前获取到的道具 去熊的角 技能1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掌握任何物 技能2可以进入任何物体 并对其造成伤害 佐野立马使用Ctrl加V吸收 获得技能1 如果和蛛丝一起使用 蛛丝将会更加牢固 技能2进入目标体内 吸收15%的血量和魔力 佐野立马冲向爆 这下有戏了 而此刻七赖还在融化十项鬼的残骸 就算七赖猎人再厉害 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使用地狱 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就危险了 糟糕 已经到极限了 Boss直接伸出巨手向着七赖抓取 就在这关键时刻 无数蛛丝缠绕而来 直至将Boss捆成了一个木乃伊 幸好赶上了 众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而佐野着急地找到成奇 要求再攻击一次 由我来阻止核心的移动 成奇也不拖沓 立马将其死死包围在其中 阻断了核心和残骸的接触 成功了 成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居然可以用低级的道具 困住了高级Boss 众人见状欢呼不已 而在战场的不远处 黑气和有田沙良 本想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力 然而佐野的蛛丝 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终止收集魔力 计划提前准备实施作战行动 随即周围隐藏的血塔工会猎人 都开始行动起来 因为那个奇怪的家伙 事情发展成这样 如今夺取核心钥匙 变得很麻烦 只能我亲自出手 你敢相信 我们打生打死通关的迷宫 竟然就因为女孩 按了下Ctrl家费 迷宫就被还原成初始状态 完了 又要重新开始 书接上回 经过大家的配合 终于将Boss核心封印住 就当佐野询问 该谁来破坏核心之时 大家一致表示 是你捕捉到的 理应由你来破坏它 佐野听完也不推脱 毕竟现在他很需要这份解密 成功讨伐一栋的石像鬼 瞬间无数道升级提示音响起 你破坏了一栋石像鬼的核心 你获得了奖励 关闭心脏的钥匙 你可以打开封印巨人心脏的暗门 轰网隐藏区域的钥匙瞬间到手 佐野摇动 等级85加200级 技能熟练度 5级 职业熟练度 10级 太爽了 如果加上宝剑的效果 如今我都有285级 就差一点就到高级猎人300级的范围 成奇在后面看得莫名其妙 不就是85级小菜鸟吗 有啥好高兴的 刚刚是谁辅助菜鸟抓住豹子的 开什么玩笑 我一个高级猎人给一个菜鸟当辅助 你绝对是看错了 就在这时 地面上突然冒出巨大的黑色柱子 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周围出现了大量相同的黑色柱子 仔细观察会发现柱子上写满了神秘的符号 所有人快离开这里 由石柱围城的区域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周围的所有猎人都被卷入其中 爆炸过后 未来工会的猎人死伤惨重 这是从烟尘中走来一个身影 这世界果然是没有金钱做不到的事情 只要舍弃所谓的良心 胜利将变得如此简单 找到你了 解除大王巨族猪的蛛丝 左野立马从中飞出 看着眼前的面具人拿着卡丽西亚龙之剑 立马举剑冲去 将剑交出来 然而却是以卵击石 你很聪明 不仅利用蛛丝打败了Boss 还成功抵御住了爆炸的冲击 我的计划全被你打乱了 说着就用导剑对着左野砍去 混蛋 附近的七赖着急地看着这一幕 顿时完全失去了理智 举起长枪使出了他最强技能 地域的导火线 这时阿瑞斯发现异常 联盟想要阻止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烟尘过后 没想到受到重伤的却是七赖 成奇见状着急地大喊 快使用回复技能 阿瑞斯联盟出来制止了这行为 成奇大师不可以使用魔法 刚刚爆炸的同时 空气中弥漫着有毒气体 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吸收魔力 这是血塔工会的惯用技能 这时地面上不断冒出黑色液体 黑奇竟然完好无损地 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不可能 竟然是影子一动 那家伙居然会使用 隐秘系中最高级的技能 黑奇再次来到 奄奄一息的左野面前 只见Boss的钥匙掉落在一旁 当将钥匙拿起来之时 关闭心脏的钥匙 转移到持有者身上 目标达成 黑奇顿时被激怒 交出来 不然我绝对会杀了你 真是可笑 夺走常见的家伙 居然是你这样的人渣 说着就悄悄地使用技能蛛丝 不断缠绕向黑奇 直至将其完全覆盖在其中 使用大王巨族猪的蛛丝 触发巨熊锁链的技能 下一秒全部蛛丝 长出一排排锋利的尖子 不断缠绕在一起 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蒜头 这就是抢走我宝剑的后果 然而当蛛丝解除后 左野惊讶地发现 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 这是黑奇从左野的身后冒出 是我着急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技能 要不是里面也有影子的话 我就真的死了 说着就打算给左野致命一击 你知道我的绰号吗 以前大家都叫我一动的魔力充电桩 虽然是第一次这么使用 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你的遗言了吗 再见了 就在这时 成奇感受到有源源不断的魔力汇聚在体内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样刚刚好 就让我来终结血塔工会吧 瞬间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光球 黑奇见状意乎不已 竟然是成奇的广域魔法 他到底哪来的魔力释放这么大范围的魔法 我的影子一动被克制了 逃不掉了吗 这可不妙啊 那只能这样了 沙梁就是现在 收到 顿时有田沙梁周围的箱子全部开启 无数魔力从箱子中飞出 在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魔力球 Ctrl加Z 将石像鬼雪山的迷宫还原成初始化状态 爆发了爆发了 雪山的石像鬼居然出现在市中心 黑奇在拿到了隐藏区域的钥匙后 立马命令有田沙梁发动技能 Ctrl加Z 将石像鬼的雪山复原并出始化 突然整个雪山开始狂风刺起 瞬间就完全覆盖在恐怖的气流中 幸好城旗张开的结界 将众人保护在其中 随着气流的肆虐 石像鬼的残骸开始不断飞去 最后拼接在了一起 他们又复活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迷宫被出始化 只见密密麻麻的石像鬼再次起来 可恶啊 四周还残留着妨碍吸收魔力的毒气 我必须用屏障保护大家 但是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对付石像鬼 一直待在屏障中也只是在自取灭亡 正当城旗犯难的时候 七赖站了出来 直接对着石像鬼就是一记猛烈的地狱魔 城旗很是惊讶 七赖猎人你怎么还可以使用魔力 你刚刚没听见左野猎人的话吗 移动的魔力充电桩 可以无限生成魔力分给同伴 据说这是左野猎人的固有技能 这不可能 能做到这种事的只可能是法师系的猎人 而左野根本不是 像我和七赖猎人这样的超高级猎人 发动技能都需要大量的魔力 而且不仅仅是我 在场的全部成员魔力都被他瞬间充满 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无限生成魔力的技能 如果是真的话 那我们与其寻找巨人的心脏 还不如直接邀请左野加入我们的工会 没想到血塔工会可以将迷宫出石化 那这样就能解释彩虹桥迷宫 为何短时间内会连续暴动 眼前的问题是这种能力对方可以使用几次 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不能再使用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隐藏迷宫 肯定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藏条件 他们肯定做了某种事情 这样一来隐藏迷宫出现的概率就是100% 但是有点奇怪 比起最初的雪山 现在的石像鬼确实少了很多 不管怎样 得赶紧解决这些家伙 追上血塔工会 还有左野猎人他现在怎样了 但愿他能活下来 而此刻在雪山的一个角落 左野从蛛丝球中钻了出来 那个该死的混蛋 竟然在最后时刻使用卡利西亚龙之剑的能力 幸好在关键时刻我利用蛛丝将自己包裹起来 差一点点就完蛋了 但是拖他的服 我已经知道引出宝剑力量的方法了 话说回来 这里白茫茫的一片 我该往哪里走 与此同时 导国的猎人协会 小田会长 不用太担心了 未来工会的城汽会长也跟他们在一起 跟雪塔工会扯上关系都是个大麻烦 关于那家伙的情报还是太少了 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消息 雪塔工会似乎跟明星球场工会有关联 怎么可能 你确定说的是那个世界性猎人工会明星球场 那个迷宫是15年前大灾难中迷宫暴乱的其中之一 那时候爬出来的十项鬼比地域的恶魔还可怕 当时将他们封印起来的是 世界最强法师之一的西元智花猎人 如果当时没有西元猎人的牺牲 后果难以想象 被封印在隐藏迷宫中的巨人心脏 如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明星球场工会和雪塔工会 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群家伙 他们联手起来也不奇怪 还有国际猎人协会的阿瑞斯 就是西元猎人的女儿 这次似乎是想要查清楚他母亲死亡的真相 但是西元猎人好像还没被认定为死亡吧 你说什么 这么多年了难道说还有存活的可能 五年前从这个迷宫中走出一位生还者 他说好像看见了西元猎人的身影 其他两人顿时惊讶不已 有趣的是那个隐藏迷宫有好几个 就在这时有人闯了进来 会长不得了了 迷宫爆红了 来人立马打开电视 只见电视里混乱无比 市中心突然发生了迷宫爆发 如今大量市民正在逃难 而出现的魔物居然是雪山的石像鬼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在雪山的深处 血塔工会的众人正在不断向着深处前进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气先生受伤 接下来的攻略没问题吗 这个不是你该担心的 很快众人就来到了 石像鬼雪山的隐藏迷宫 快捷键又来了 女孩只是按下了Kentrl架子 就把即将爆碎的传送之键直接附用了 这个是最高级别的前行技能水晶 你将它学会了 我要派你执行一个重要任务 你要做的就是用这个前行技能追踪敌人 有什么重要发现到时候马上向我汇报 而此刻血塔工会的众人已经找到了隐藏迷宫 小田物利用前行技能在后方尾随着 这就是隐藏区域了吗 只见血塔工会的人员来到迷宫洞口 然而却被一股无形的墙壁所阻挡 老板 这里好像过不去 我们被挡住了 明星球场工会不愧是世界级的大工会 提供的情报完全正确 这里就是15年前 最强的魔法是猎人西元之花的杰作 在隐藏迷宫中封印着巨人的心脏 所有人准备打破封印 不要放松警惕 血塔工会众人立马四散开来准备部署 有田开始准备恢复宝剑 就在这时 黑旗似乎发现了有人跟踪他们 真是个无知的人 竟敢前行追击血塔工会 小田物听到这话惊恐不已 难道被发现了 我还不想死啊 只见下一秒 黑旗直接举剑劈下 而在雪上的另一边 一只可爱的小石头正在狩猎 雪山的狂暴兔 栖息在隐藏迷宫附近 等级三十级 经常因为饥饿而狂暴 将其击败后会掉落魔法石 只是一击 就将其杀死 随即就掉落了一颗红色的魔法石 小石头立马上前将其捡起 然后撒腿就跑 很快就来到了他的主人面前 没想到的是 他的主人居然是我们的主角 左野摇动 干得不错 将他吃了吧 听到左野的话 小石头立马将魔法石丢进嘴里 开始咀嚼起来 原来这个小石头 居然是之前爆核心生成的 移动石像鬼的核心 给他注入魔力 就会生成一个石像鬼 技能一 能随心生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等级 技能二 能变成开甲保护主人 等级一 技能三 能跟生成的石像鬼共享感官 包含 视觉 听觉 等级越高 共享距离越远 左野一脸得意地看着手中的核心 这简直太棒了 一个核心就是一个石像鬼 如果将其复制很多的话 那岂不是我一个人就能组成一个军队 也就是说我以后可以单独攻略迷攻了 雪山的石像鬼 当升级到石级后可以自由变化形状 并且可以与之共享感官 就在这时小石头突然发觉到有人靠近 飞速冲向来人 没想到来的人居然是小田屋 小田屋看见左野 激动地抱了过来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左野得知血塔工会已经找到隐藏迷宫后立马出发 当时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被他们发现 没想到发现的是另外一个前行者 大带律师未来工会的成员 顺便说下有个女孩跟他们在一起 他好像负责收集大量努力 然后开始用他们做某种务事 迷宫初始化就是他干的 我想过上去阻止他 但是当时我害怕极了 对不起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了那个女孩看上去很眼熟 感觉以前在哪里见过他 话说刚刚我就一直想问 那东西一直跟着我们没问题吗 忘了跟你介绍下 他是我的小跟班 却也太可爱了 没想到左野前辈还是使魔操控者 很快他们就来到目的地 隐藏迷宫就在桥对面 左野知道凭借他们两个很难对付黑塔工会的人 小田屋 你去将七赖和成奇他们带过来 我在这里负责监视他们 小田屋顿时感到失落 这么快就又要跟左野前辈分开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的小弟了 别看他这样子 战斗起来可是很强的 小田屋顿时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么贵重的东西真的可以给我吗 其实也没多贵重 我这里有无限多个 就这样小田屋拿着核心带着小石头出发了 看着对方离去 左野立马拿出新粘贴的核心 准备生成一个全新的石像鬼 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外貌 很快一只鸟形石像鬼就完成了 通过与石像鬼的感官共享 左野清晰地看到了黑奇他们 只见有田沙良拿着卡丽西亚龙之剑 周围的收集箱不断喷出大量的魔力 Ctrl加Z 恢复卡丽西亚龙之剑的耐久度 而此刻卡丽西亚龙之剑的耐久度为6% 只见数字不断发生变化 直至变成了100% 已经成功恢复卡丽西亚龙之剑的耐久度 技能的使用瞬间将有田沙良的体力耗尽 已经可以了 黑奇剑状兴奋地拿起地上的宝剑 终于可以尽情地使用了 左野南以置信自己所看到的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宝剑的耐久度居然也能恢复 难道他跟我一样是被诅咒的能力者 新的快捷剑居然出来了 男人只是按下了Ctrl加Z 就将全部敌人选择 然后再按下Ctrl加Z 就将眼前的一切都点切了 有田沙良利用自己的技能 Ctrl加Z将宝剑的耐久度修复完成 而这一切都被左野看在眼里 难道他也是跟我一样是被诅咒的能力者 从目前信息来看 他的能力是Ctrl加Z能将一切事物复原 这技能我能复制过来吗 实际上我是可以复制技能的 但是一般都会有很多限制 导致即使复制了也很难使用 所以看着有田沙良暗暗下定军星 我得先跟他联盟才行 此刻黑棋拿着宝剑准备将封印破红 只见他用剑尖缓缓刺入捷剑 顿时封印的锁链不断发出控制 下一秒黑棋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如果没有明星球场工会提供的信息 即使有这把钥匙也无法突破名仗 说着就将宝剑插入魔法阵中心位置 唯一能破解这个封印的就是这把宝剑 这里的封印是15年前西元猎人的杰作 而卡丽西亚龙之剑最初的主人正是他的杖 西元猎人设置了一道只有他丈夫的长剑 才能能破的屏障 他的丈夫叫弗雷德里克修 世界最伟大的剑术大师 只见黑棋将宝剑旋转90度 顿时魔法阵开始发生变化 耀眼的白光从中心不断扩散开来 空中所有的石像鬼却被这股力量给崩碎了 该死的居然无法承受这股力量 渐渐的屏障之力开始退散 直至最后消散开来 露出隐藏迷宫的真正路口 石像鬼雪山的隐藏迷宫 终于在15年后的今天重新出现了 是时候寻找我们此行的真正目标 巨人的心脏 见到对方已经进入 所以开始犯难了 是自己孤身一人跟踪进去 还是等人军前来 而在意大利南部的S级迷宫中 遍地都是残枝断壁 只有一个男人完好无损地站立在一旁 你的目标不是只有我吗 为什么要将他们全杀死 如果只是干掉你 我就会变成杀人犯 但是如果将所有人都干掉 只会被认为是一场迷宫事故 下一秒地上的男人就消失在血泊中 Ctrl加A 当使用该技能的人死亡后 技能将被转移给下一个可以使用他的人 就这样男人通过杀死对方 获得对方身上的诅咒之力 顿时脖子处传来一股刺痛 男人的脖子处居然拥有三个沙漏印记 而红色明显是刚刚生长的 男子顿时感受到自己新获得的力量 Ctrl加A 全部选中 顿时现场的残肢断壁上方 全都浮现出一个蓝色的倒三角形 Ctrl加A 切割所选的目标 下一秒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虚空 将其周围的一切全部吞舍 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一名妖精男子 看来你的技能又进化了呢 比起一个一个的擦掉 如今范围显然扩大了许多 为了盗取诅咒技能 必须杀死对方 这让我很困难 然而最让我火大的是 即使让我掌握了这项技能 他也不会进化 很遗憾 这是获得对方诅咒之力的唯一方法 除非你获得了Ctrl加C 我们找了他十多年了 然而却没有一点消息 我都怀疑Ctrl加C是否真的存在 相信我 它确实存在我们的唯独世界中 而且Ctrl加F那家伙不是正在寻找吗 相信很快就有消息了 根据我们的情报 目前已知Ctrl加C在血塔工会中 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突破了 七元猎人设下的屏障 Ctrl加C很重要 但是你必须确保获得巨人的心脏 这是非常关键的道具 他能确保你在使用诅咒之力的时候 充分发挥出其前能 而在隐藏迷宫中 众人再次集结于此 共同探索 完全没有发现敌人的失忆 他们明明进来也没多久 而且一个魔物都没发现 必须加快脚步 一定要追上他们 然而就在这时 小田雾脚下突然发出药眼光芒 糟糕 是魔法阵 下一秒 魔法阵中的众人就消失了 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所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面前不见了